在这个光棍横行的双十一 专家研究出仿生机器人 女人不但肤白貌美 就连性格都可以接受定制 仿生人不但会斗地主 还可以植入记忆特制芯片 就连爆火烧孩子都会 最重要的是仿生人妻子一点不贵 只需一万彩礼就能娶回家 丛哥看着娇滴滴的妻子 刚想把王硬上工 没想到翠花一头栽倒 虽然买的是一个残次品 可并不影响其他功能 猛逼的男人竟瞬间上头 经过翻云覆雨后 翠花还能自行充电 充电过程中 女人进入程序 开始学习人类的一切愚蠢行为 接下来 翠花突然说了 就让男人瞬间破防的话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机器人太先进 早晚会出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